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淡求半衬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品岁月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怀孕还没过门,婆婆就定了七条家规 婚礼前发现老公的阴谋 我当场回婚去医院打胎 之后的是让她全家傻眼 我瞒着父母怀孕了要和男朋友结婚 还没进门,准婆婆就发来了家规文档 第二天,我却在短视频评论区发现男友的阴谋 你既然如此狠心,那别怪我下手太狠了 我打开准婆婆刚发的文件 映入眼帘的是黑色粗体的标题 齐家家规 齐母刚才说进齐家门 就要跟我讲一下齐家的规矩 直接给我发了一份文档 我虽奇怪,但毕竟要嫁给齐超了 就当提前了解这个嫁了 然而继续往下一看 我瞬间气得肚子发疼 家规第一条 结婚以后要和公婆一起住 并且把即将要买的房子 主卧给他们二老 要和公婆一起住就算了 我和齐超商量好一起付首付的房子 居然只能住次我 我呵呵一笑,往下看去 第二条 怀孕必须工作到八月再休产假 多存些钱好生孩子 真是谢谢了 即便我现在就休产假 也不至于没钱生孩子 然而下面的家规更让我呼吸粗重 第三条 不要把钱花在穿衣打扮上 有钱多往孩子丈夫身上花 一切以家庭为重 哼,就算我结婚了 我再是孩子的母亲 丈夫的老婆之前 更是我自己 我有资本有能力 当然以自己为限了 第四条 公婆教训时要认真听讯 不能顶嘴 第五条 丈夫回家要马上给她准备餐食 体谅她工作不易 理解她的抱怨 而妻子不能有半句怨言 第六条 第七条 我沉默了 打开手机日历 没错 是二十一新世纪呀 手机又震动了 其母接连发了三条消息 补充一下 我和其超 她爸年纪大了 等你孩子生下来 就让你爸妈过来 照顾你坐月子吧 月嫂就不用请了 跪又不放心 等你们领了证 记得把说好的嫁妆带来 毕竟我们已经付了彩礼的 我说了这么多 小贝 你看完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马上毁她 这还没结婚呢 就使劲坑我 真结了婚还了得 看这条条框框 怎么看都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哪是她说的祖传的家规 又是一个催促的消息 我回到 作为其家的媳妇 百分百无条件遵守其家家规 这才对嘛 也不枉我在家族群里使劲夸你 夸我 在群里炫耀 我给他们怀了个大胖孙也算的话 我反手将文档发给其超 并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还没领证 就给我个下马威 但以为下一秒 其超的消息 会像往常一样 迅速回过来时 却等了十几分钟 也不见她回 把手机搁到一边 我摸了摸三个月的肚子 有些后悔 瞒着爸妈先斩后奏 到底对不对 天色见黑 其超提着一袋子进门 老婆 看我给你买的酸梅 我坐在沙发上 冷眼看着她 为什么不回消息 她把袋子放到桌上 朝我凑近一把搂住我 小辈 你也知道 休息日还被领导叫去加班 肯定忙得没空看消息 我一下班就跑去买你爱吃的酸梅呢 你说说我这么忙 是为了谁 她说着 用手刮一下我的鼻梁 是了 其超的事业刚刚起步 好不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 工作越发卖力了 难道只是为了我 但她忙着 不是为了她自己更好的前程吗 我冷声道 那你说说 你妈发的家规怎么回事 你也知道我爸妈 支持我上到大学有多不容易 小辈你就体谅一下他们吧 难道我爸妈就容易了 又不是我让其超他爸妈辛苦 这要发脾气 她又开口 你放心 我回头说说他们 肯定不会让你履行家规的 这还差不多 我忍不住吐槽 这家规从头到尾都是约束你家媳妇的 怎么不见约束你的 她没有说话 只是抬手揉着我的头发出神 我转了下眼珠子 那说好的月子中心呢 大家都没空我理解 但我爸妈反对我们在一起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真要让他们伺候我做月子 你可就完了 我们是在火锅店认识的 双方坐在隔壁桌 她说对我一见钟情 她长得确实蛮正的 还有些许帅气 聊了两月 确定她是单身后 我就答应和她在一起 可即便在一起两年 甚至一起租房同居后 她的工作稳定下来 我才敢跟爸妈讲她的事 但迎来的是爸妈的反对和教训 说我一毕业 就应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我们门不当户不对 其超不适合我 直到发现怀孕了 我有些慌不敢告诉他们 其超说等我们结婚生下孩子 爸妈就没辙了 那是肯定的 你就安心当我老婆吧 我一下午不满的情绪 在此刻总算发泄了出来 望着其超去给我洗水果的身影 好在她长得好看又体贴 会做饭 除了最近忙着加班 外人也没什么坏脾气 罢了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说嫁到别家 就能遇到好公婆呢 只要丈夫是站在我这边的就够了 然而第二天就打破了 我执迷不悟的幻想 我是做运营工作的 做好运营方案 给助理食操后 就开始摸鱼 而闺蜜陈宁 给我分享了个链接 还有一条消息 小贝快看 我怎么觉得这个视频的热点评论头像 那么像你男朋友呢 打开视频 上面一个醒目的话题 吸引了我的眼球 有什么是你 现在正在秘密做的事 评论区第三条昵称叫白月光是七七 她两万赞的回复 让我很是生气 我心里很爱前任 但现在要和现任结婚了 她已经怀孕了 可两个月前 前任来找我复合 我打算和现任结婚 买个房子 等孩子生下来 立马和现任离婚 因为前任也怀孕了 当然 她的评论下 被一堆热心网友 说她这样不道德 会有报应的 这个热评的主人 在下面又回复了一句 我也不怕遭受什么谴责 毕竟我付了彩礼的 我想如何就如何 这年头 居然还有这么恶心的人 不怕风水轮流转吗 可这个人的头像 是一个年轻男子 朝着另一边看去的模样 仿佛另一边还站着一个人 而让我顿时浑身起 鸡皮疙瘩的是 这个人确实和齐超很像 陈宁是个过目不忘的人 我介绍男友时 给他看过齐超的照片 可照片上的人 看起来很年轻 比快三十岁的齐超 多了几分青色 这个世界上相似的人那么多 会不会是认错人了 我抿了抿唇 手指飞快切换小号 重新点进那个头像 是一个私密账号 我试探地发个消息 你好呀 看你头像是个帅哥 交个朋友如何 放下手机继续手里的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想等到什么回复 只觉得手心一直在冒汗 十分钟后 我忍不住披向手机 屏幕上的红点诱惑着人 我忍不住点进去 你好 我有女朋友了 还算实相 但是 他真是齐超的话 那他说的前任和现任 岂不是 我马上回了个消息 打断自己的思绪 那没事 就当交个朋友嘛 帅哥你叫什么名字呀 睫毛飞眨尖 他回了一句 齐超 你可以叫我超哥 这是我联系方式 就当扩个好友列 如果齐超这个名字 还让我西纪是同名同姓 那这个赫然是 他工作后的联系方式 就让我彻底死心了 工作台上的杂物 被我碰到 连同我脑中 某根理智的弦 也一起崩断 所以我就是那个现任 而他的前任 现在也怀了他的孩子 他不是说 他以前没谈过恋爱吗 我怎么就信了呢 百月光是七七 七七是他前任的名字吧 难怪他给我的彩礼是七万七 我还说单数不吉利 他却说 七七是齐小节 是带有美好住院的 我还傻乎乎的信了 如果他和我说清楚 我也不会缠着他的 但现在是怎么回事 还要和我结婚 生孩子 买房 我强忍着心里的怒火 给陈宁发了一条消息 阿宁 需不需要我给你添了业绩 跟陈宁讲了这件事后 我冷静下来 拒绝了他要过来 把齐超暴打一顿的发言 一份报复计划 完整地出现在脑海里 我像往常一样 下班带着刚买的排骨回出租屋 为了闺蜜有空来串门 我毕业就租得两室一厅 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 这个小区安全防范措施很到位 结果 陈宁工作忙没来几回 我和齐超同居后 他为了不打搅我们 几乎就不来了 只会和我约在外面 给我带好吃的 原本我很喜欢这里 和齐超商量买房时 甚至想跟房东买 但这里离齐超工作的地方有点远 只好作罢 现在看着家里已经充满 齐超气息的物品 我只觉得恶心 恨不得马上搬出去 齐超回来时 我面不改色地 给他打下手洗菜做饭 看他拿起一个菠萝药销 我叫住他 我不想吃菠萝排骨饭 齐超削皮的动作一顿 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 我回道 我最喜欢的是醋排骨饭 你忘了 我之前做了几回 看你都吃完了 还以为你喜欢吃呢 行 那就做出排骨吧 他开始调料 我静静地看着他 那熟练的手艺 恐怕真正喜欢菠萝排骨饭的 另有其人吧 以前我吃完 也是不想浪费他的心意 却没想到 自己的真心被他遭见了 吃着饭 我开口道 阿超 我们同事给我推荐了个新楼盘 离你们公司很近 这周末一起去看看吧 行 他只做饭 其他家务都有我做 按往常 吃完饭 我总是先去洗碗打扫卫生 他则去打游戏放松 我总是看他做饭的面子上 包容他 毕竟我的手艺真拿不出手 可现在转念一想 要是我会做饭 盛世也要承包了这份工作 毕竟他妈妈可叮嘱了 我们下班时要给他宝贝儿子 准备丰富的餐食 周末 齐悦把他爸妈从他们老家小镇接过来和我们一起去看房 有已经安排好的中介带领 陈宁 齐悦是见过的 为了不让他们疑心 他推了他们公司最好的销售过来 这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 不愧是金牌销售 把这里夸得天花乱坠 这里的楼盘确实很不错 离奇超公司很近 交通也方便 看他们异动的模样 我也窜多齐母 阿姨 这个最大的房间就给你们二老住刚刚好 齐母朝他老公点头 却又说 但这四十两厅是不是太大了 奇超和其父齐齐点头赞同 我解释道 不会的 我和齐超一间 剩下的两间给孩子住 孩子也要有私人空间的 说着 我假装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肚子 而且 谁说只生一个孩子的 等这个生下 我再生一个 你们抱孙子的概率就更大了 我话刚说完 没错过他们瞬间发亮的眼睛 会有两个孩子没错 一个我的 一个奇超前任的 就在我以为他们要同意时 齐母却说 可房子这么大 首付肯定很高的 看着他假装犹豫的模样 我给中介使了个眼色 他很快反应过来 阿姨 您放心 这楼盘刚售出 首付可以给你们最低价 也可以给你们的分期延长 听到这话 他们赶紧同意 因为中介催促 短短一个小时 又卖出了三套房 他们不想错过这个好楼盘 好在 我们已经盘算好他家的预算 和我一人付一半首付 刚刚好 在写房的名字时 齐母笑着说 小辈 这名字就写齐超了吧 反正都是一家人 不用分那么清楚 我扭头看齐超 他正装模作样地 看签房协议 把当初说好一起副首付 填两个人的名字的事 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重重点头 行啊 刚硬下 低头看协议的齐超 迅速抬头 作了我一下 我强忍着抬手 擦拭脸颊的冲动 听着他像往常一样的甜言蜜语 贝贝 你真好 我以后会好好带你和孩子的 好 信你 笑着看了一脸打趣的公婆 给齐超赚了首付的钱 爸妈以前给的零花钱 加上我的工资 大部分在这一秒消失了 但一点失落也没有 我可不是吃亏的主 房子还需要装修钱 但这间房子太大 哪怕最低的首付 也花光了他们一家的积蓄 于是第二天讨论装修时 他们就提出让我爸妈出钱 给的理由是 齐超出钱了 他的爸妈也出了 没有理由我爸妈不出 想起昨天齐母说 填了齐超的名字 也不让我吃亏 月宫就由齐超还 话是这样说 但我们俩的工资 都得上交给他 留下几千块 给我们做生活费 好家伙 婚后赚的钱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真正还月宫的是 谁还不一定呢 而现在 他们居然提出 齐超还月宫 我就得出装修钱 我都要气笑了 都把我当员大头呢 不过我还是同意了 表示会和父母商量 正当我准备去 进行下一个计划时 我接到了齐超 让我去买单的电话 来到包厢外 他正吹嘘 刚买了大楼盘的新房 还升了职 娶了个大老板的女儿 我暗暗冷笑 这么厉害 连买单的钱都没有 还敢因为升职 给同事请客 他为了付首付 连上个月工资 都搭进去了 这几天都是吃我的喝我的 也是时候 该让他付出代价了 他一见到我就招手 怎么这么慢 还不快过来 哟 从不这样 对我说话的人 现在为了面子装大方 对我开始指挥起来了 我也不着急 一把坐到他旁边 还明晚呢 你们多点些韭菜 我老公请客 大家都别客气啊 一男子坐在我们对面 还真拿起菜单点了 好酒好菜 嫂子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我笑着点头表示随意 而齐超凑近我耳朵 小贝 钱贷够了没有 放心 足够多 再多 也不会再给你花的 后半句话 我没有说出口 看他们又点了 大几千的韭菜 我准备离去 我去买单 离开包厢前 我丢下一句话 齐超没有怀疑 继续和同事唱K起来 想来他也是 觉得我怀孕会耽误他放松 巴不得我买完单早走 我是早走了 但没买单 打了车来到闺蜜的住处 他已经帮我把行李搬过来了 陈宁递给我一串钥匙 大到电脑桌 小到牙刷都给你拿过来了 钥匙还你 我接过钥匙 一把丢进垃圾桶 不需要了 再也不需要了 坐在沙发上 无视一个又一个电话 和闺蜜吐槽我识人不清 诉说自己的悔恨 快起来 我去看看 给你做的粗排骨饭好了没 他拍了拍 我窝在他怀里的背 又是熟悉的味道 还是阿宁做的正宗 我起身去拿碗筷 他把饭锅放到桌上 看时候差不多了 我打开手机 一眼看到的是 奇超狂轰烂炸的电话 还有奇母的质问 小贝 怎么不接我电话 人呢 不是让你买单吗 买哪去了 看到消息 就给我回来买单 看了眼奇岳的消息 我打开奇母的对话框 死哪去了 奇超需要钱 还不赶紧给他转点 家规读哪去了 没规矩 我可不让你进我奇家的门 进奇家的门 谁稀罕 就让那个白月光进吧 反正奇超是很稀罕的 又是一个电话 我接了 陈寅紧张地看着我 我点头表示自己能应付 小贝 你怎么没买单 还不接我电话 你知道包厢服务员 来找我买单时 我出了多大的丑吗 电话刚接通 奇岳愤怒的声音 就从那边传来 我把手机往外移了移 真是的 脏了耳朵 放了免提 把手机丢在桌上 是吗 哎呦 我忘了 那你就让你同事付钱吗 别提他们 见我没钱还骂我 说要买单 一个个都跑了 我扑哧笑出声 我仿佛能想象到 他的同事 一脸比一地嫌弃他 没钱还请客的模样 你还笑 要不是我从 他突然止住了声音 我猜测着接话 要不是你从小三那借钱 你恐怕就被那会所报警 进警局了 七七才不是小三呢 你才 等等 你都知道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就在我以为他完全沉默了时 他的声音又响起 那正好 我们就不结婚了 不过 财力可是已经给你了 你嫁妆还没给我呢 说起嫁妆 当时他们对我结婚后再给嫁妆并不反对 现在的我很清楚 是因为嫁妆是婚后带来的 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要是我们离婚了 嫁妆就得平分 而财力是婚钱给的 他们一起诉就得还给他们 算盘打得可真金啊 我正想着 他不要脸的话再次传来 财力我也不一定要要回来 等你生了儿子 财力就不用退了 每个月得几千块抚养费就行了 这是把我当生育工具呢 我反问 那要是女儿呢 我妈说了 要是女儿就不要了 财力你退我们一半就行 剩下的 就当是给孩子到成年的抚养费了 我气急返校 一个孩子 三岸多养到成年 这是在做什么白日梦 我的天 真是恶心 他妈夸恶心 悬崖边扭秧个 陈寗突然的插话 让讲得头头是道的奇超一愣 什么意思 好恶心 你好日子到头了 说完 不等他反应 就挂断电话 而我笑得肚子一抽一抽 祖宗 你真的想好了 看着陈寗定定地盯着我的肚子 以及关心的话语 我也严肃起来 重重点头 摸了摸肚子 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家庭 我宁可他从未出生 免得遭受世间疾苦 陈寗的家庭就是这样 我正在父母温暖的港湾时 看到他异于常人的努力 对他产生了好奇 我们成了朋友 我才知晓 原生家庭会给一个人 带来多大的痛苦 好在陈寗不是自怨自艺的人 我们互相学习 成了多年的好友 好 我都支持你 在他的陪伴下 我做了手术 拿掉了孩子 他也推了几天的工作 陈寗陪我走出病房 转了几圈回来时 看到不远处的三人 我俩对视了一下 都愣住了 我那前男友和他妈 扶着一个女人 从另一个病房走出来 不出意外 那女人就是七七吧 他们应该是在陪他产检 比我还小的月份 之前也不见齐超或他妈 陪我去医院一次 现在对他却跟护宝被疙瘩似的 他们看到我也是一症 齐超朝他母亲说了几句 齐母点头 几人朝我走来 你们也来产检啊 孩子怎么样 还健康吗 齐母依旧关心孩子的话语 此时格外刺耳 我没说话 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簇拥的女人 她的脸型还有嘴巴 怎么和你这么像 陈寗的一句话 让我回过神来 我转而看向齐超 难怪会对我一见钟情呢 原来是拿我当替身 白月光一回来 就想着把我踢了 给她让位 女人柔声细语 这就是小贝姐吧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 叫谁姐呢 小贝可没有妹妹 哦 我记得要是古代 小妾都得喊正七姐姐呢 可惜你不配 齐超站到女人面前 说什么呢 我和七七昨天就领证了 苏小贝 别什么朋友都交 齐母也附和 是呀 谁是妾还不一定呢 我淡淡接话 你说得对 尤其是你这种 烂到骨子里的烂男朋友 最不值得交 你说什么 齐母扬着手 就要给我一巴掌 被陈寗稳稳地接住了 往前甩了下 她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那对狗男女蹲下身 要扶她 她还撒泼不起来 嘴里嚷着我们欺负她 要给她赔钱 好歹是懂点知识 连文档都会传的人 怎么现在跟托付似的 她的嚎叫 引来其他病房的家属 我对他们摊手道 是她要打我们 我们不过是挡了一下 谁知道她就摔到地上 要讹我们 我才不告诉他们 陈寗的力气很大 甚至可以将我抱起来 那老太婆想来也摔疼了 果不其然 马上有人对文生赶来的护士说 我看到了 确实是他们 对那俩姑娘先动手的 还有一开始 就围观的大婶说道 我说你们讹诈 还讹到医院来了 公路上还讹不够吗 周围人的你一言我一语 促使齐超满脸通红 赶紧扶着她妈站起来 妹妹 你缠件怎么穿着病号服啊 甚至生病了 这白莲花可真是 观察细致啊 原本还要骂我的齐母 瞬间变了脸色 生什么病了 我大孙子不要紧吧 陈寗挡在我面前 拦住要冲过来摸我肚子的齐母 我抬手指着她 你大孙子 她现在在你肩膀上怨你呢 怨你们算计她妈 害得她没了性命呢 我话刚说完 周围的人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 白莲花看了眼 齐母脸色也瞬间变白了起来 齐超四是明白了 你把孩子打掉了 我轻笑 不然呢 留着她任由你们遭见 喊凤凰难霸 喊白莲花一声麻 在喊封建祖母奶奶 我想想都为她难受 原本被我吓着僵住了的齐母也缓过来 什么 你缓我孙子 那泼妇做事 就要过来撕我 但很快就被医生和护士立声制止了 当医院是菜市场呢 齐超在我给他确定答案后 福娥看起来似乎很痛心 但脸色又很快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理所当然道 既然这样 你马上把彩礼钱还我 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纷纷看向我 似乎觉得我没和他结婚 不该要彩礼的 我风轻云淡接茬 行啊 你什么时候把首付的钱还我 我什么时候就还你彩礼 明白过来的众人又开始瞪他们 窃窃私语着 这感情还没结婚就出轨了 把人搞怀孕了 还要还彩礼就算了 房子首付钱居然不还给人家 他们都呆住了 看样子这才想起来 房子首付我也付了一半 那租的房子 我昨天就让房东去赶人了 今天应该都搬去新房住了 房子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 你说你出钱了 就拿出证据呀 此时其母想到这一茬 开始理直气壮了 而一旁看不过去的大神也对我说 小姑娘 你出了钱 怎么还没上名字呢 多亏呀 不亏 我才不想自己的名字和他放在一起 而且这样 他们才更容易上我的当 他们的下场还在后头呢 他们几人在众人谴责的目光中 信信地走了 齐超离开前还放话 彩礼我是一定要拿回来的 他会急着要彩礼的缘由 我也很清楚 他们一家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衣食住行都要开销 不像往常一样 有我毫不在意的先付款 他们一家后享用 而接下来一个月上万的月工 刚好是齐超的工资 没有钱 他们就得喝洗北风了 他们的动作比我想的还要快 齐超有个做媒体的朋友 给他们做了采访 放到网上 视频里 那白莲花声泪俱下 拿着我的照片 说我是小三 勾引了他的老公 还骗走了彩礼七万起 他被塑造成无辜的原配 被小三破坏了家庭 楚楚可怜 而齐悦则扮演着迷途之反的丈夫 对妻子表示愧疚 非常悔恨 齐母说他儿子知道错了 只希望我把钱还给他们 就此两不相欠 此视频很快上了热搜 我成了网民网报的对象 彩礼七万七的标题 非常引人注目 看他长得挺好看的 原来就一壶离金呢 老女 你们赶紧报警 告他诈骗 从小对网络耳濡目染 对这些听风是雨的人 我毫不感冒 隐隐还期待着 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他们现在越是嚣张得意 撒得谎言越大 反转时将会被彻底压入谷底 然而我不在意 却有人关心 我拿着手机 颤抖地看着电话弹出的称谓 小贝 你怎么样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讲清楚 别担心 有爸妈在 爸爸打的电话 妈妈先开了口 一直以来 我瞒着他们的委屈 畏惧他们的责骂 此时彻底迸发 陈宁清拍着我的后背 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则帮我跟爸妈讲了来龙去脉 这畜生 看我不收拾他 爸爸愤怒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妈妈轻柔的声音安慰着我 小贝别怕 我们来给你出气 没有听到爸妈的教训 我那紧张的心情 渐渐缓了下来 我冷静道 爸妈 你们放心 我想自己来 再三跟他们保证后 他们才放手让我出击 毕竟我可是他们的女儿 我爸虽不是什么大老板 好歹和几位叔叔 合伙开了传媒公司 耳濡目染下 我早就知道 该接下来该如何运作了 我的官方账号 已经被不明真相的网友的 谴责唾骂的话语铺满 连私信都爆满了 热搜下来时 我还是没有回应 第二天就在他们 继续铺广场加热时 我直接将其家家归放到网上 他们既然暴露了我的信息 那就让我们的聊天记录 也彻底曝光吧 其母好婆婆的形象 在我们聊天记录截图中 被打得无处遁形 我将我们的故事 写了个小作文 从初见恋爱到 怀孕出轨事无巨细 又放了诸多照片 游记可循 彻底喜清 我是小三的罪名 这一真相 再次将此事件话题 推向热搜 舆论彻底传开 原本还在为那虚伪的 一家人说话的网友 纷纷倒戈 我说呢 这账号原先形象挺好的 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他们贼喊捉贼呢 真是好笑 你们看视频和照片 这两人确实有几分相似 替身梗 真恶心人 我满意地看着现在的言论趋势 但不妨一些破房的人 留下一句评论 说了这么多 不还是拿了人家的彩礼钱 没结婚 难道不应该还给人家吗 我手指轻点 我不差这点钱 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让他们先把房子首付的钱还我 我下一秒就还彩礼 我的回复成了热评 第一次有了上万的点赞 那人的评论也被千人回复 悠悠 楼上破房了 还七万七 这数我也太隔应人了 楼主做得对 别彩礼先还了 首付的钱却拿不回来 在舆论发酵的同时 我甩下一封起诉文书 再次将新的替身梗女主反击话题 顶上热搜 我起诉恋爱的证据很充分 当初我转账给齐超时 就备注了是结婚买首付的钱 以及转账记录银行流水 证明了她的房子 我有出资的事实 现在我们没有结婚 他们理应还钱 与此同时 我还列了这两年 我给他们一家购买东西的消费记录 要求他们归还 这还是跟去年一个分手 连饺子都要算账的人学的 钱虽然不多 但能给他们添赌 还是很乐意的 他们不高兴了 对不公堂时 声声说 我是自愿给他们买的 可有前任做先例呀 奇超无法 值得也将她给我的花销 也算了笔账 居然还打算给我做饭的时间 也要算钱 我马上应当 那这就不得不算下我洗碗 整理卫生的钱了 她这才不得不取消掉这一笔账 然而 我的花销数额 却是她给我花的十倍 最后法院判定 她要归还我几十万的钱款 以及十万的精神损失费 同时也勒令我将彩礼还给他们 他们要求我 当着法官的面还钱 因为我现在有钱还 而他们没钱还可以拖延 当即还完彩礼工不出去 还有人为我惋惜 怎么先还钱了 我可不是吃素的 在他们回到家时 已经安排了几个高大的人 等在门口将他们手机夺过 将彩礼钱作为首付的一部分 还到我手里 他们这种人 就是欺软怕硬 奇超发消息骂我 说我不该做这么绝 果断拉黑了 我可是醒悟了 不再是刚毕业被他随便几句就哄骗的姑娘 若不绝情下场惨的可就是我了 而且若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一定会顺着肝网上爬的 奇超的爸妈没有退休金 一家子就靠着他的工资养活 加上房贷 他身上的负累尤其重 网上舆情的热搜人肉 已经波及到他们公司了 他被开除连重新找工作都到处碰壁 一连几个月还不上房贷 他们已经进入了征信黑名单了 最后房子只能转让给别人 在法院强制执行下 他们得到的钱先还给了我 同时所剩无几的钱 也被屡次上门讨要补偿的 帮齐悦而被网爆失业的媒体朋友 拿走了大半 当时舆论朝我袭来时 公司虽没有立马开除我 但也表示了不满 事情结束后 我果断辞职回到了爸妈的怀抱 跟他们承认了我的错误 我也明白了 爸妈他们当时的反对 是真心为我担忧着想 怎么样 继承爸妈家业的感觉如何 听着陈宁轻快的话语 我能感觉到她心情很不错 我轻笑 还不错 有两年的工作经验了 但说实话 我还是想出去自己打拼 爸妈对我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很满意 同意我自己去尝试了 我顿了顿继续说 而且上次的热搜 其实我能感觉到 爸妈他们在背后有出资出力 我才能在那网报中平安无事 但毕竟他们能护我一时 又不能护我一世 我不想让他们老是为我担心 那都行 反正我都支持你 我问到 这么高兴 什么好事呀 没见到人 我也隐约感觉到他的兴奋 他笑出了声 告诉你个秘密 我买房了 付了个首付 房贷绝对没那渣男那么重 即便是几个月不工作 我也能还得起 他长叹的声音传来 我终于有个自己的家了 阿宁 我也是你的家人 永远都是 那当然 我给你留了房间呢 欢迎你随时回家 我们又聊了许久 陈宁好奇奇超后来的去向 因为一招被蛇咬 我时刻让人关注着他 即便我不关注 也有人会将他们的近况拍下来 传到网上去博眼球 谁让他们当初露出真容采访 后来真相大白 直接成了过街老鼠 奇超他们一家彻底身败名裂 找不到工作 只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 奈何信息发达呀 他们的家在某个小镇上 有些人还做短视频 常常可以看到 博主指着他家门说 看 这就是七万七彩里门当事人的家 他们走哪都被指指点点 可惜他们 只剩老家的房子 无处可去了 有一次 他们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我接通时他们激动的声音 就从那边传来 小贝呀 我让那女人和阿超离婚 你们和好怎么样 一夜夫妻百日恩吗 我以为会听到奇超的反驳声时 他低沉的声音 却很快从那头传来 小贝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吃笑 不要你的白月光了 奇超还没讲话 奇母就抢答 要什么 现在他孩子生下来了 是个大胖小子 小贝 虽然你之前的孩子没了 但现在一样可以当妈了 听他们颓废疲惫的声音 我只觉得畅快 原来白月光在柴米油盐之后 真的会变成白米粒呀 我无痛当妈只接受一种 就是你们喊我一声妈 我错了 我暗暗朝他们竖了个中指 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给你生了孩子呀 一道让我曾经略微谎神 如今淡然面对的声音 从手机传来 啪嗒 是手机衰落的声音 但通话还没有挂断 哼 你个懒女人 生了孩子又怎么样 之前怀孕 我也是伺候够了 现在 你可没有资本使唤我们一家子了 再说 你当初嫌我家穷将阿超抛弃了 最后他要发达时 你又来攀扯 你简直是个扫把星 奇超 女人刺耳的尖叫声 从电话那头传来 这还是那个柔弱的白月光呢 被喊话的人拿起了手机 朝他们呼道都别说了 小贝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你也听到了 怎么样 爽了吧 他好像明白我不会原谅他的事实 激愤着对我说话 我加了把火 若是能更惨一点就更好了 也许是我的话应验了 五年后 七万七彩礼在上热搜 白月光找前任当托盘侠了 他们一家这几年都在那小镇做零工过火 而前不久那孩子突然生病 验血之后发现 根本就不是奇超的孩子 而变成白米粒的七七 在他们发现后被他们暴打一顿 奇超一家子被送了进去吃工饭 那女人则带着孩子离开了 这一切都有视频可见 网友又吃了一大博卦 如今 我的工作很是顺利 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陈宁的房贷也还完了 小贝 今天休息 你还加班 看 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 我的闺蜜可以自由出入工作室 我这里随时为他留了位置 就像他的房子给我留了房间一样 阿宁 还是你做的饭箱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い